再把那個剛剛的圓形圖畫出 而且這個地方不是用手動的 不是叫,是程式字,你再跑一次 也就以後的話,你現在要擺左邊是一個直條圖 右邊是一個圓形圖 甚至底下還可以再放折線圖 或者是一個區域圖,或者什麼什麼圖之類的 就可以,真的可以做出像那個Power BI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啦,VBA會寫的話 甚至你Power BI不要用就OK 大致上,Power BI裡面能做的是 其實VBA都可以代勞 差別在哪裡,就是VBA比較可以客製化 就是你的需求 因為有的時候,Power BI裡面畢竟它是一個套裝軟體 可以針對某些部分產生你要的這個結果 但是有些部分呢,它剛好就沒這個功能 你就沒辦法做,因為它裡面沒辦法寫程式 它只能裡面可以加一些公式而已 充其量就等於跟你sale裡面那個輸入公式差不多 但我覺得沒辦法做出太複雜的事情 OK 大概簡單的是OK 主要我自己有考過那個Power BI的證照 我考一個原廠證照 裡面都考原文的,但對它的邏輯蠻清楚的 OK 另外你想說那Python不是也可以嗎 可是跟各位講,Python第一個 裡面沒有像VBA可以錄製聚集 也就是說你裡面哪些功能哪些屬性 你像那個VBA還可以錄製聚集來修改 慢慢改沒關係 但是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就沒有錄製聚集這東西 它變成說你每一個地方的程式 你都要去K那些相關的那個原文資料 其實我自己是兩方面都有做過 我發現這個好像還是比較簡便 而且它基本上上面都有了 你為什麼還要捨盡求遠 除非說真的 你的工作只能用到Python 因為它可能是什麼樣的裝置 非得一定要用那個Python來玩 不然的話我覺得 如果你工作上已經有eSale 那你盡量我覺得你就不用捨盡求遠 我是這樣的想法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後面是希望 再把剛剛的 剛剛不是有錄製那個直條圖的聚集對不對 請你一樣再把我剛剛做的動作錄下來 所以錄完之後 那個我就不demo了 因為其實動作都差不多 那我錄下來叫做圓形圖的這個聚集好了 那裡面錄下來的程式大概長這樣 有沒有 游標把選取 這個選取就選這個範圍 然後那add的時候用那個圓形圖 然後它這邊一樣會有一個什麼呢 set source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頂多是說呢 我在裡面把那個標籤去掉等等的 那我就把這個概念 再把這邊把它清潔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有幾個地方不需要 把它複製過來好了 這邊其實可以不用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一個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底下可以模仿剛剛的動作 就是說呢 我要把它放在哪個位置 因為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放在它的旁邊 那它旁邊的概念是這樣 這邊到這邊的位置 這邊過來是200 然後它這邊到這邊是300寬度 所以理論上呢 這個點應該是500 所以我其實是在這邊把它加個500 那高度跟它一樣 高度從這邊這條線往下 這個距離一樣 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10 OK齁 所以呢 這邊是10 那寬度跟高度的話 跟直條圖一樣 這邊300 這邊是200 OK齁 所以呢 另外呢 程式呢 你會發現啦 跟剛剛是一樣 點Slater 好 那一樣呢 根據這個動作做出來的 就是一個圓形圖 那底下的話 我是把 剛剛的錄日聚集的程式 拿來精簡 那精簡部分的話 反正開頭 只要是 那個Active Trail 我一律 把它放在Wiz裡面 你會發現 會精簡很多 有沒有 程式不會像底下這麼混亂 那基本上 底下的話 就是 一樣是什麼 Full Serious 然後 什麼 Collection 真的 反正如果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你就照著做 那底下的話 我其實就是把 開頭部分 可是呢 特別注意 如果是Selection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Wiz 這個就不能刪 就要把它保留 不過這個 如果是Selection 通常 其實還可以再精簡 只是說 我們暫時先不精簡 先這樣 然後把這個程式 把它精簡完之後 就長這樣 OK 那當然我等一下 也會把那個程式 同步複製到雲端 如果你們需要這個程式的話 那我一樣 你們到雲端上找找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 這個地方 假如已經做好這個第一個 跟第二個 那我就想把它刪 說刪圖的話 兩個 其實刪圖當然你可以跑個回圈 刪第一個第二個 要不然就怎樣 第一個跟第二個 不過其實這樣好像 一直刪第一個 好像就OK 我看一下資訊 因為它刪了第一個之後 有沒有 它就只剩一個 如果你刪第二個會不會出錯 我試試看好了 對 出錯了 超過 為什麼 因為你刪掉第一個 你再刪沒有第二個了 第二個變第一個了 它的Index會變 所以你這邊可能 兩個的話你就刪兩次 這樣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要執行直條圖的話 就把直條圖執行 繪製出來了 然後再把圓形圖再執行 圓形圖又繪製出來了 然後再把它們通通刪掉 刪掉就刪除 這樣OK了 所以我如果希望 假如我們最後的 最後的結果 今天最最最重要 反正回去 如果 我不知道每個同學 對於 會這個圖表熟不熟悉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反正你就是回去多 多的練習圖表 那我們希望最後看到 一個直條圖繪製 一個圓形圖繪製 然後再把這兩個圖給刪掉 這樣就OK了 至少我們先從簡單開始 它才有辦法做變化 有沒有 後面其實可以做各類的圖 然後放不同的位置 對 以後的話你一個Data進來 反正你對應的關係做好 甚至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像我們現在是放同一個工作表 你其實可以再丟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把它做成儀表板形狀 對 以後老闆要什麼 老闆你跟我講什麼 我馬上按下去 你要什麼儀表板 馬上就讓你一目瞭然 你是要針對時間的年月日 年月季週等等的都可以 還是說你要按照量 我可以直條圖 還是你要按照比例 還是要按照什麼 反正能力是要跟我講 我馬上幫你繪製出來 那感覺其實應該是還滿好的 也就除了做報表之外 以後可能會更有需求的 我覺得老闆應該還是比較喜歡看圖 客戶也是喜歡看圖 以後如果人家給你data 你說給我數字 給我數字很不好看 你可不可以幫我畫成圖 對不對 那我發現這一塊的知識 好像大家很想學 但是好像這部分的知識 好像目前看起來差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好像網路上沒有很完整 而且Excel VBA這一塊 真的講得都不清不楚的 那我怎麼知道 沒辦法我就試嘛 我就花一點時間去try這東西 我慢慢就熟悉了 所以剛剛的東西的話 最後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做的這部分 試著做做看 那我也會把這個程式 我把它做完的 把它放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在自行去做一個參考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話 主要我們 就是至少做出 直條圖跟圓形圖的兩個圖 那之後的話 我們會再做一些複合圖 或者是說 反正就再做一些些變化 最後的終極目標 是希望 把那個大量的data 自動匯製出各種類型的圖 有點是 仿照那個Power BI 所以其實如果你這個匯的話 甚至Power BI 可能都不一定會需要用到 因為Power BI 畢竟還是要另外安裝一個軟體 OK 然後 而且它其實蠻多地方 沒辦法客製化的 這一點 那你想說 老師那Python Python我覺得 做的事情也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Python裡面的很多東西 也都做這些事 那只是說 你要另外再找一個環境來弄 我覺得倒 也有點辛苦 像我現在的習慣 是除非 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 除非必要 否則的話 就真的我幹嘛沒事 找自己麻煩 OK 那你說 老師那R呢 R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你還是要寫程式啊 OK 那有比較快嗎 除非說啦 真的無可取代的 不然的話我覺得 Essale VPA也夠用了啦 OK 像那個 春翔兄好像有學過那個R嘛 很久了 那現在都沒在用嗎 沒有 後來Python就 用Python去玩 所以就把R就丟掉了 對 因為原來以為只有R可以玩 後來發現Python 就差不多可以取代它就對了 對 因為就是 比較好 比較剝 比較剝那個 功能比較強 比較完整 比較全面 大家都用這個比較多 OK 那其實 VPA比起來 其實像我自己也覺得啦 裡面好像也很多功能 其實都重複了 只是說 Essale的好處是打開就可以用了 OK 試試看